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2017年的12月28日了 刚刚过完了圣诞节 再过几天就将迎来2018年的元旦 在今天这样一个晚上和大家继续分享 中美关系的历史和未来这个话题的第三讲 也是最后一部分 我们上一次讲到1949年 别了司徒雷登 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 美国在中国经营了几十年 工作了十几年几十年的中国通门 商人们传教士们 还有外交官学者 他们全都必须离开中国回到美国了 那么那些企业 我们包括那些大学 我们第一讲里面讲那么多好的大学 也全部都被没收了 大学那么被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重组 不再可能按照原来这个教会大学的理念和价值观 也不再能够自由的治学 在这个社会完全改变了 那么中国也对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自由事件 彻底关上了大门 事件分裂成了水火不容的两个阵营 或者集团 一个是以苏联为代表的这个社会主义阵营 一个是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阵营 那么这些 那么这些美国回回美国的人们呢 包括美国社会内部呢 也对这个问题有了巨大的反思 甚至是反弹 因为这样的结果是罗斯福在四年之前 仅仅四年之前 所构想的世界格局是不一样的 我们上一次说的一个重点内容呢 就是我个人认为 罗斯福在分别建过了蒋介石和斯大林之后呢 在他心目当中的一些主要的思想 有了一些调整 之前他认为中华人民国 国民政府或者蒋介石呢 是他在亚洲和日本决战的最重要的盟友 但是在建过了斯大林之后呢 他的想法有了调整 他认为苏联 可能才是他与美国共同这个结束二战 并且这个构建未来世界框架的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 我上一次也评价到这个罗斯福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是不够深刻的 认知是不足的 当时的西方世界对苏联的认知是 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我们看到苏联签订了人权宣言 并且和美国一起创造了联合国 当时的中华民国也是联合国的这个常任国之一 这个联合国后来成为一个没有多少执行力的机构 不说我们就说苏联签人权宣言这个事情本身 就是非常吊诡的一件事情 可见这个西方世界对于苏联内部是如何加强它的统治 如何残害它内部的人权的事情是不知道的 至少主流社会是不知道的 可能有很少部分的人 有一定的观感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说服 或者他们的声音非常小 所以导致苏联也出来签这个人权宣言 我们第二讲的那一天正好是世界人权日 那么苏联这个制度呢 它和蒋介石的政权相比 为什么会获得和罗斯福合作当中的更加重要的位置呢 因为蒋介石的政府啊 国民政府呢 它某种程度上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 苏联在 当然苏联也不是一个宪政民主的现代国家 但是它的统治的技术方面 要比蒋介石这个代表的国民政府的统治技术呢 要更加扎实 斯大林对于俄罗斯的 这个整个苏联的控制啊 调度的能力呢 要比蒋介石要动员要更加强 这个和后来国共决战呢 共产党组织要比国民党的军队的组织 更具有一定的现代性 是一个道理 美国社会内部啊 对这一问题的反思或者弥补呢 首先是兴起了麦卡锡主义 这个几乎是一场社会运动 当倒下都在放 当到那个时候呢 才意识到这个共产主义的极权 对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或者说自由世界的威胁是非常大 甚至对美国自身的安全威胁也是非常大 那种言论审查 那种对人的历史的这种审查和 这种程度啊 极端甚至影响到了一定的言论自由啊 是一种社会普遍弥漫的 对红色的恐惧心理吧 那么对外来说呢 当然越战 韩战 其实都是 美国希望在失去了中国 这个亚洲最东端的大国之后呢 在地缘政治上的一种弥补 这个韩战 金日成啊 他们家可能都有这个性格 都有惹事的性格 看在东欧就不一样 那个柏林虽然也分成了东西柏林 德国也分成了一半 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开战 甚至是东柏林在人口大量的逃到西柏林之后呢 修了一堵墙而已 虽然一度的对峙是很紧张 但是没有像金大胖子 金日成这样 他以为有着这个一定战斗力的这个靠山啊 就可以统一韩国统一南韩 他没有意识到啊 这个南北韩呢 不仅仅是世界的一个小角落啊 也不只是他们自己民族的事情 这个是涉及到世界两个阵营的军事啊 一种平衡在 一种战略平衡在 所以呢 他这个一打就捅了一个大篓子 美国对于韩战的这个迅速的介入和 比较坚决彻底的这种投入呢 可以说是他对在中国失败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弥补 这个战争呢打的虽然中美两方都有巨大的损失啊 尤其是中方的这个人人力的损失是非常的严重啊 但至少美国保住了南韩 也保留了南北韩在两个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 不断的发展到今天啊 成为我们世界的一个奇异的景观啊 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主角吧 那么韩战呢 我想今天不是太展开去谈啊 因为我们前面也说过 不会把中美关系所有的事无巨细的都拿出来聊 我们是有一个主题的 这个主题呢 还是要谈中国的一个现代化进程吧 关于韩战的资料和这个资源是非常之多的 今年非常高兴的看到 沈志华先生在台湾出版了最后的天朝 最后的天朝这样一本巨著 这个是及他几十年的研究之大成 沈志华先生本来就是研究中朝关系 研究韩战的泰斗级的学术权威 这么多年他能够在这个最后出了这样一本书 我想这本书的历史地位或者社会影响呢 也会将会是非常之大的 将会和高华先生研究延安的整风运动 写的那本《红太阳的升起》 成为这个华文出版世界研究 或者说这个市场上非常重要的两本双风鼎立的巨著吧 说到这个港台书 现在像以前香港的那个一般大小书店的门口都会放一些那个封面 非常骇人听闻的黑幕啊 内幕这样的书啊 现在都不见了 现在呢 店门口都会放一些白色封面啊 红字上面秀着领袖徽章的 治国理念的这样一些东西啊 但是你绕到后台去呢 应该还是能够找到《红太阳的升起》 能够找到最后的天朝这样的书 这个现象呢 也非常讽刺的反映出中国人的命运啊 中国人是反复要陷入历史的陷阱 后面刚刚看了《红太阳的升起》 到前面又看见 《红太阳又升起》了 所以看历史的人呢 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 不看历史的那些中国人呢 把这个国家一次次的拖入命运的轮回 最后的天朝这个名字呢 应该是写中朝关系的 因为中朝关系长久而言 是一个天朝和自己附庸国的关系 那么韩战呢 也是天朝最后一次庇护 为附庸国出兵 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本书我还没有看 但是我想呢 这个名字也是富有深意的 我们今天仍然把天朝用来形容 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 仍然是很恰如其分 很恰当的一个说法 是吧 那么我们今天的天朝 如果这个朝代更替了以后 还会不会再出天朝呢 这是一个很 这是一个既很幽默 又很严肃的历史问题 因为我们中国这个历史的发展 它是有自己的轨迹的 它基本上独立于这个世界文明的 主要的核心地带 这个核心地带呢 是一个世界岛 欧亚大陆加上 加上非洲呢 因为人类文明的最主要的几个发源地呢 还靠的比较紧啊 不仅是两河流域也好 埃及的尼洛河入口也好 以及后来的希腊罗马 他们都是紧挨着的 稍微远一点的就是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了 那么我们中国人呢 在晚清之前呢 从来都不认为我们是万国中的一国 我们认为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天下 那我们后来呢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可以这样想一想啊 其实真正的天下是什么 都反而是那个世界岛的中心地带 我们中国呢 是在这个天下的最东端 而且这个东端呢 和中间地带呢 受着大自然的隔绝 青藏高原 非常高的山脉 纵横的山脉 还有大沙漠 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个文明的发展呢 它和西方的沟通是比较少的 只有当草原这个部落兴起的时候啊 在北方的草原上可以沟通一下 从这个纬度第一点的地方呢 基本上很难逾越啊 那么在这样一个地方独立发展的过 这个就会导致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当整个世界在进入一个现代化的历史阶段的时候呢 我们中国可以说是最后一个啊 最晚接触到这个变化的 那么现代化的这个进程啊 是一个不可逆的 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 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就提到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晚清的是非常希望能够回避 能够这个不接受这个世界的变化 但是呢 这是无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在八十年代的中国 我们经常提的口号是四个现代化 说什么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吧 其实这四个现代化提的这个不是太确切 因为工业本身它是一个现代化的结果 科技呢更是现代化的推手之一 国防来说呢我想对一个社会制度啊 或者说政治制度不是一个宪政的国家来说的话 所有的军队呢都是私家军队或者说是党卫军 那么即便你拥有了这个现代的武器 或者是调度指挥系统的话呢 应该算不上是一个现代化的军队啊 更谈不上是一个国防了 那么与中国相对照的美国呢 我认为是一个最具有现代性的国家 没有之一 甚至比英国和法国呢 具有的现代性更加彻底一些 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呢 像德国日本的 他们都不免进入一种现代化的歧途 所以我这里说是歧途漫漫的 这个歧途呢 像德国日本呢还结束的比较早 他们这种呢大概 我们怎么样形容一下呢 或者是民族主义的 认为本民族是最高贵的 其他种族呢都应该被淘汰掉 然后国家呢就是建立在军队之上的 然后以拓展国土的这个 复原和这个占领其他的民族的这个生存空间 大概是这样一套 理论体系 现在把他们叫做法西斯或者军国主义吧 另一套现代化的歧途呢 应该是走共产主义 以马克思主义的那种乌托邦的想法 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肮脏的和罪恶的东西呢 都是因为私有产权 然后呢再加上 练临的一套马基亚威利的那种全数 发展起来的一套现代化的路径 因为在斯大林工业化的时候 也是速度非常快 有些人在研究斯大林这个什么第一个五年计划 十年计划工业化 为什么这么快的时候呢 也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去解释它吧 我有一个解释呢 就是其实它是一个科学技术的一个 扩一个这个蔓延 因为从德国荷兰一路这个走到这个东欧 德国已经早于这个斯大林工业化很多年 完成了重化工业 那所以这些技术呢 应该是随手都可以拿来的 它是这样一个科学技术的这个扩散 再加上一个奴隶制 奴隶制的调度呢 某种程度上比自由市场经济可能还更有效率 那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呢 这个诞生了苏联的一个家底 苏联的家底也导致它能够在二战当中 成为一个打不败的打不败的这个国家 也影响到了后来影响到了我们中国 那么美国在中国失败了以后呢 才发现共产主义的威胁不断的向东扩张 一直到要扩张到越南 再往下的话就会到马来亚 马来亚和印尼这些爪哇群岛 对于共产主义本质的认知呢 英国人一直都是要比美国人认识的比较清醒一点 或者更加老辣一点 像这个李光耀 在新加坡的这个李光耀 他有一个很清醒的自我定位 他说自己最大的历史功绩 不是说把新加坡的这个经济搞好 而是在新加坡这个防住了共产主义的扩张 新加坡可以说是共产主义 沿着中南半岛在南下的最后一战 马来亚共产党当时发展也非常蓬勃 那么英国呢不可避免的要告别在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的系统了 看到在新加坡选举出来的李光耀 这样一个年轻的政治家呢 而且李光耀的这个理念 这个态度呢 是非常和英国呢 是能够一拍即合的 李光耀倚靠英国在新加坡的最后的军事存在 最后的暴力机关吧 警察系统 一举把所有的共产党员和潜在的 有嫌疑的共产党都抓了起来 并且投入监狱 这就是新加坡的冷藏行动 那么越战对于美国来说呢 打得非常艰苦 到最后呢 还叠加上国内的年轻人的反叛的倾向 黑人的平权要求 以及经济的不断的这个拖累 最后呢没有打赢 打输了 这个确实呢 让整个中南半岛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我们中国呢 现代化的这个路途呢 走得非常的坎坷 被这两种这个误入歧途的现代化的这种结果呢 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首先是受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大的伤害 其次呢 又自己选择 就算选择吧 误入歧途走进了这个共产主义的这样一条道路 那么走到最后呢 共产主义又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呢 又饿死了几千万的老百姓 这时候更加糟糕 那最后呢 走那条路走不通 反过来走呢 又走到了一个 其实是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时代 我对这个1976年以后的历史分野呢 我提一个比较新的提法 我认为76年 不是从78年开始 什么13届什么全会 我认为从76年到89年呢 是改革开放的时期 这个时期呢 是放弃了自己原教旨主义的这个革命的理想吧 89年到2012年呢 我称它是权贵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 12年 12年到今天呢 还不好命名 姑且先叫中国梦吧 做梦时期 因为这个现在还没有走完 我们一路看这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 我们随便截取一个现象 我们在第二讲里面就讲到过 讲政权 它不是一个现代的国家 因为呢 在古代中国呢 天下属于一人之私的 一人私有的国家 除了它有所有权的 其他都没有 那这个所有权呢 是靠这个抢夺 是靠枪杆子里抢出来 定夺了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安稳的过一段日子 那不行了呢 又要出来抢一番 导致呢 在中国呢 其实是没有公权力的 我们现在经常说公权力公权力啊 是希望我们的社会变成一个公民社会 但其实这个社会呢 是没有公权力的 所有权力呢 都是私相授受的 那个最根子上的权力呢 是靠枪杆子里打出来的 那么很多人也在说哈 这个包括这个体制内干着比较肮脏的事情的人 他们自己也知道啊 经常说我们是吃着什么的饭啊 就要干什么那样的事啊 拿钱消灾 这样的话呢 其实非常的 最好的反映出了中国是一个降纲 是一个浑浊的这个社会吧 首先他们没有自己的判断 也没有自己的责任 因为他们是拿着这个 拿着这个别人授给他们的 授予他们的这个东西啊 要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呢 他们就不需要有自己的判断 也不会负责任 这个导致中国社会呢 这个没有什么下线做事情 而且呢 最后发现很多捅的大楼子呢 都没有人来负责任的 这不仅现在啊 即便是在革命原教旨的时代 发生一些巨大的社会灾难的时候 也是发现没有人负责任的 那么而且呢 这样的说法呢 使人的更加自立啊 就没有一种攻心吧 我们在前两讲的时候 谈到过这个 所谓的这个半殖民化 说这个官僚系统 有外国人聘外国人来这个做事情 有英国人赫德来管你的海关 但是为什么一管 这个海关就营收就增加了呢 贪污就变少了呢 同样的 陈纳德和史维迪训练出来的这个军队 那为什么他的战斗力就特别强呢 是吧 很多你这个外国人来来做你的官僚 就能够把这摊子事情管好 那你把这个事情交给自己人 那么因为你们的关系 这种兽兽的关系啊 兽于的兽和接受的兽 这种关系呢 是一种私人关系 这个在讲政权里面是非常的明显 这种私人关系呢 就导致他在做这个事情 即便做的不是太好的时候 也因为这种私人关系而得以庇护 因为他是你的人 但是西方人啊 这些到中国来找博干的美国人呢 却没有这种顾忌 他们在文化和制度里面呢 认为所有的事情啊 出来做事情 出来做的是什么 是做的公职 今天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 这个香港人出来 做长官的时候呢 都会说出任公职了 这是一个比较高尚的社会事业 所以呢 他要公布一下自己的财产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观场上 是完全没有 非常插一句 这个由共产党来收回香港 还真的是一个悲剧 这些受过良好的培养 训练和在一个宪政 这个香港虽然没有民主 但是他是在英国殖民时代呢 倒是一个在 倒是在一个宪政框架下的 一个一个地区啊 在这样的培养下出来的人呢 他他的工薪已经比中国人 这个原生态中国人要好得多 即便达不到前面说的 这个美国人的这样的程度 已经要好得多 那么我想收回香港 能不能够 能不能够聘用一些香港的官员 来来给你们共产党当官 当然这个假设比较 但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共产党能够在八九年 因为我说改革开放到八九年嘛 继续改革开放的话 继续能够有更加深层次的制度改革的话 你不妨请香港的人来当你广东省的主官呢 来当你中央金融口的主官呢 你可以完全可以当你央行行长 当时有一个香港人出任那个证监会的副主席吧 但是呢 没什么实权 其实应该受他们于实权 而他们能够做出来的事情呢 体制内的官员要 我觉得这个绩效要高得多 只是后来呢 没有把改革开放继续下去 也没有这样一个很好的这个结果吧 在天朝是没有公权力的 所有的公权力都是私有化 导致天朝收回香港之后呢 几乎现在要把香港也要私有化了 我回想一下真实历史非常令人唏嘘啊 孙中山先生早年是在香港 香港社会给他留下了很大的印象 那么他开了眼界 最后呢又学习美国的宪政的模板 提出了三民主义五权限法 其实他的本质的来源呢 是美国宪政的基本的精神和架构 孙中山还提出了天下为公 现在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回想这个天下为公啊 可以从这个方向去理解他 一个没有这个普遍民众授权的政府 一个权力不受监督的政府 他是不可能有天下为公的 你再怎么倡导也是没有这样的结局 这个也是摆在我们现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 其实是一个大的问题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实现这个制度的变革 才能够实现天下为公 天朝才能成为最后的天朝 以后千万不要再有天朝 真正的有共和吧 前两天杨洁丽博士和这个陈小平的对谈当中 他爆料说到八九年呢 除了八九年呢 已经有一些利益集团了 像高盛啊 大摩啊 这样一些银行家啊 美国的银行家已经和这个红色权贵们有了一些铺垫 所以在事情发生之后呢 他们游说当时的布什政府 不要把跟中国完全断绝关系 完全这个才中一种决绝的态度 对待中国 甚至说到呢 当时的权贵们也惶惶不可终日啊 如果能够再有美国作为外力 把他们推一把 说不定能把他们推下去啊 我想我听到这个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 非常有参考价值的信息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想还与当时的国际大格局呢 还是有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 那当时八九年呢 其实苏东还没有任何啊 在两年内就要崩溃的这种迹象啊 谁都没有料到 整个事件呢 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这种冷战的格局之下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的格局之下呢 美国人已经看到了这个 毕竟已经改革了十几年了嘛 中国从76年到89年啊 13年了 这种改革呢 是苏联所没有进行的啊 中国当时已经开始了一些市场化的改革 甚至戈巴乔夫 他在国内推动的改革呢 也没有 也当时也谈到了 我们能不能学学中国啊 但其实他们学不来了 戈巴乔夫的改革呢 是先从对历史的还原啊 对于意识形态的辩论开始的 并没有从小农经济开始 我们中国的改革是从小农经济开始的 因为我们中国有深厚的小农经济的传统 苏联呢 因为他们的革命太彻底了 可能连小农都没了啊 没了 所以他们发现想要经济改革的时候呢 没有起步的点 没有民间从下而上自发的那种冲动 我们回到89年的这个世界格局啊 所以呢 美国人我想 在89年这个悲剧发生之后 仍然采取了一种 对中国的政府啊 当局比较友好的这个态度啊 或者比较缓和可以接受的态度呢 还是希望能够拉中国一把 希望中国能够继续走着这样一条 私有 承认私有产权啊 慢慢的培育市场经济 最后呢 能够走入 进入一个资本主义的阵营当中 这样对于未来的世界格局呢 是有一个更好的胜算的 可能是有一个这样的博弈的这个 这个这个计算在内 所以呢 才会有那样的结果吧 那么89年之后啊 我定义为89年到12年 这也有12年 这有20几年了啊 这个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代 我们看看这个原始积累时代 前面呢 说到的这个高盛啊 摩根史丹利啊 这些铺垫要开始起作用了 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 就是中国银行体系 或者是央企的上市 这个方面呢 可以说是跟美国投资银行家们的合作啊 是非常紧密的联系的 这几年呢 也是美国投资银行家 在中国最为活跃的时期 在香港北京穿梭往来 忙得非常厉害 他们忙什么呢 应该说还是要从 真正的改革是从94年 才开始完全全面的照搬美国的这个金融系统 开始学习美国了 并且采用了美国的很多的经验和建议 在此之前呢 中国的银行体系啊 或者说是央行啊 不存在啊 不存在央行 只有一个非常大的财政部 这个是完全是苏联模式 这个大财政部呢 就管钱 还有一个什么大的计划部呢 就是管这个计划经济嘛 管每一个 每一个行业的下面都还有啊 管到每个厂要做多少东西 往运到哪里去 这个当时所谓的银行系统呢 是在各省 各省的银行呢 由各省委 各省党委去控制 各市的银行呢 由各市的党委去控制 所以呢 它是分成这个安地域分成快快 这样一种金融制度呢 导致中国开始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呢 就发生了巨大的泡沫 80年代的放贷狂潮 88年价格闯关 导致的恶性的价格 价格的这个飞涨 物价的飞涨 导致的社会恐慌 以及93年的海南房地产泡沫 这个都是当时这种比较乱的银行系统 所催生出来的 那么94年呢 这个不能不说 现在有很多人都说 这个朱镕基的 一个是一个糟糕的开始 因为现在的很多社会弊病的是 从朱镕基改革之后就奠定了 但是呢 你不能不说 和他的前任和后任相比 朱镕基都是一个 真正干了非常多的实际事情的 这个能源啊 能干的官员 仿仗美国的经验 首先把央行独立起来 让他成为一个独立的管理货币的机构 然后再把四大国有银行呢 都拎出来 然后成为一个从上到下 能够直接 能够直接那个内部管理的控制的 这个银行 把这个不良资产的剥离 让美国的投资银行家呢 来 基本上是主持这方面的工作 甚至一直引入 几乎每个银行都引入了这个美资 然后把包装了之后呢 就一个一个的上市 现在香港后在这个中国大陆上市 上市了之后呢 还走了一段相当不错的行情吧 到2007年的话 比较典型的 还有很多 像大国企 大央企应该说 也就是现在在香港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国企板块 国企板块当中排名前面的那些 像中移动 原来只是一个什么 邮政所下面的一小部分的资产 把他们分割起来 重新融资 大规模的投入建设 最后成了一个 巨大的这个 实业帝国 中移动 那么 这样一些这个银行 这个发展到2007年 在国内也都慢慢的上市了之后 还都涨了一波 因为这个资产负债表比较健康 然后确实的管控起来呢 也是按照企业的标准 来进行管控的 在国内呢 也和这个全世界的资本浪潮 是一起的 也在07年掀起了巨浪 那么一直到 中石油在国内挂牌上市 未结束 我们知道在香港的中石油呢 巴菲特也是参股了的 巴菲特是 在他涨了一段之后就卖掉了 好像十几块卖掉了 然后国内还纷纷笑他 你看卖完了之后又涨了五块钱 将近二十块钱 大概我现在不是太记得 笑巴菲特是不是卖走眼了 其实人家没有卖走眼 在国内上市呢 高位上市了之后 迅速的往下跌呢 最后又跌到了几块钱 这一段 这一段的历史可以说是 这个中美 这个资本互相 这个合作的 最蜜月的一段历史吧 最后来说说2012年到现在的梦游时代 以及那个关系究竟会怎样 最近大家讨论的都非常多 因为川普出了一个新的报告 提到了可能有很多战略上面 或者说大的那个观点的转变吧 但是我们来先来看看中国国内的民间 在中国民间的长期以来呢 都是有反美的声音和清美的声音的 这个呢 也将长期存在下去 我估计 但是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到 主观上回想一下 最近五到十年 反美的声音是更加响亮了呢 还是更加消弥了呢 那么清美的声音 或者更加 这个觉得美国是一个 现代化的未来的样板 觉得美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 这样一种声音在这个社会上呢 是变响亮了呢 还是变消沉了呢 据我观察 这两种声音呢 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几十年来都没有太大 太大的变化 比较有变化呢 导致中国民间的 对美国的关注 了解 了解的程度更加深了 关注的幅度呢 也大幅上升了 就好像 16年去年的美国大选 川普当选了 这个 中国人都 引起了非常 这个 非常的热议 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对这个 美国大选发表一番 非常有独立见解的 这个评论 而且 讨论的非常深 甚至呢 讨论到什么程度呢 有些 我谈的是民间啊 不一定是这个 这个知识分子的阶层 就是很多普普通通的人 也都开始关注到啊 美国社会有一些深度的变化 这种变化可能 非常的令人忧虑啊 比如说美国社会有很大的 贫富差距了啊 差距越来越大 甚至在去年的学籍当中有 提倡社会主义公正啊 要重新分配的这样一个候选人 桑德斯 也有人呢 关注到 美国社会的这个社区互动越来越少 现在是信息时代 移动互联的时代 大家都不去社区 都都不认识 不是说这个民主主要就是建立在这个 社区互动啊 公民自己组织啊 建立在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啊 现在中产阶级好像越来越流失了 那这个会不会让美国社会长远而言 有一个巨大的优患呢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现象 那很多中国人啊 对美国替美国有很大的危机意识 有很大的优患意识 这个真的是非常有趣 为什么呢 我想啊 可能这个更多的中国人 意识到我们中国的这个未来和命运呢 是和美国仍然是非常深刻的联系在一起的 那我想呢 这种危机越来越大的这种认知啊 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一种主观上的一种情绪上的偏差 其实我们稍微往前捋一捋 是不是美国社会越来越大的危机出现呢 那比如说啊 奥巴马时代 有这个政府停摆 有停业关门呢 因为这个两院啊 中餐中两院不给他新的这个额度啊 不让他借更多的国债了啊 所以没钱了啊 再往前呢 有金融危机啊 金融危机 有数十万人占领华尔街运动啊 这个其实跟现在比比还是很厉害的啊 那再往前呢 布什时代呢 有这个911 911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情况 美国本土遭到袭击 并且是金融的中心心脏部位 这个对美国的历史来讲 我想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事件 那布什第二次当选的时候呢 因为他打了一个打仗啊 或者经济上也不是太好 导致呢 选票几乎是平均的啊 最后呢 反对布什的人甚至可能要 反对小布什的人 甚至要这个上街要革命去了 最后由法院来判啊 布什赢了啊 才二次当选 这个当选危机当时在社会上 也是引起了巨大的动荡 英顿时代呢 似乎是经济最好啊 蓬勃向上啊 科技发展非常 快速的发展起了网络经济啊 电子的这个设备的 这个普及率也非常高啊 在这样一个时代啊 那有没有大的危机呢 那个呃 其实是有的 我们说奥巴马时代 这个政府停业关门啊 在克林顿时代就有过 那克林顿时代财政不是挺好的吗 但是呢 克林顿时代也有了前所未有的事情 几十年来 这个参众两院都没有共和党 占多数过啊 都占多数过 就是在克林顿时代 突然之间共共和党突然杀出来 共和党当时一个比较右的 这个比较偏右的这样一种政治态度啊 呃 崛起于当时的政治领域当中 他们一旦占了多数之后呢 就给克林顿政府也好看啊 停止 导致克林顿时代就已经发生过 政府停摆的事情啊 所以奥巴马时代不是第一次啊 那我们稍微往前看一看呢 发现美国社会其实它的动荡 或者说它的这种 呃各种危机啊 从来都没有小过 一直都是这么大 或者我们反过来说呢 其实动荡也一直就是这么小 那么在这样一个民主社会 多元共荣的社会当中呢 它的就是要让所有的这个社会力量都有机会 啊 而且对同一个议题啊 都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两种相反的这种主张啊 让他们去博弈 呃最后达成的共识呢 应该是比较靠谱的 所以我认为呢 嗯 不能说美国社会的这个动荡 或者危机在加深 是否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主观认知的偏差呢 呃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意识到啊 中国的最大的外部变量就是美国 所以要更深切的去理解美国啊 关心美国 这才能够反过来更加多的关心这个中国自己的命运 以及自己个人的命运吧 而且我想呃 这种关注或者了解程度的加深 这个趋势在中国一直都在中国民间呢 啊 都一直将存在啊 一直都将加速啊 而反美重美的这种这种力量呢 我想消长的都不会太大 又一直都会长期的存在下去 啊 就像最近的这个呃 安全报告里面提到的大的战略问题 其实美国社会呢 这两年以现在应该说 已经是比较晚了 认识到呃中国问题其实和朝鲜问题是类似的 听我这形容说 这这是一个农包啊 那个医生就意味着要不要把这个 掐破 那么像朝鲜这个农包呢 如果你戳破它呢 有可能会好得更快啊 也有可能的这个呃 农血四溅啊 没有办法收拾 这都是有可能的 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那么像中国社会呢 呃 美国一直希望它能够发展成为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 能够然后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资产之后呢 有了一定财产之后呢 就会慢慢的推动这个社会去进步啊 导致政治上呢会 呃 有一个变得更加开明 更加民主啊 然后个人权利呢 有更加得到更多的保障啊 这是因为民间自发的会有这样的要求在吗 呃 但是呢 因为可能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啊 都具有不确定性啊 之前呢 不能责怪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主张 但是事实发展的结果就是呢 这个鸡犬主义呢 是这个农包当中最为顽固的 而且呢 最后变成养庸成患 呃 这个农包呢 就越长越大了 甚至要威胁到整个机体啊 也就是整个人类世界的一种健康状 以及美国自身的安全的话呢 呃 这个是美国必须要调整策略的 这个调整的过程呢 我想也不会太快 因为到目前为止啊 到目前为止 呃 作为能够和美国做一个博弈对手 或者是交易对手的 呃 中国的代表呢 仍然是中国的专制政府了啊 因为民间呢 或者民主派呢 其实没有形成派 也没有空间 也没有机会去形成 去整合 形成一种政治力量 或者是一种社会力量 这个是完全没有 因为在极权专制之下 就好像是寸草不生嘛 所以能够和美国作为交易对手的 仍然是这个专制政府 嗯 如果他不和这个专制政府做交易的话 他找不到交易对手 也就是他找不到中国的民主派在哪里 啊 虽然海外可能有几个 国内的呢 又比较多变 这个也使中国民间非常向往自由民主的人士呢 呃 很失望的一个现实 在中国社会呢 应该说民主派呢 在整个社会当中 还是比较被边缘化的一个群体 但是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随着专制社会本身 专制本身会伤害这个社会 那当这个社会被他伤的足够大的时候 也是这只死地而后生的时候 呃 那个时候呢 可能嗯 看民主派的准备的情况 准备的情况 呃 看他们的这种能力啊 能否动员起来 整合起来中国社会新的力量 到那个时候 我想美国 当然仍然是 最最值得利用啊 利用美国的这样 利用的一个外部力量 还有一个 我们可以从美国历史当中获得的启示啊 就是呃 在中国的普通民众当中啊 我们要去议论政治啊 或者说就是去揭露社会的黑暗 以及引发他们的一些思考和觉醒的时候呢 往往很有挫折感啊 仿佛有越来越多的大众呢 都是这个沉迷于被谎言当中啊 或者是完全是冷漠的一个状态 但其实呢 我们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呃 我们也可以看看在美国 其实在美国社会呢 精英和大众也是一个明显的区别 像历史上的奴隶解放运动也好啊 民族独立的 民族 首先是这个民族独立的运动啊 奴隶解放的运动 呃 宗教坚持宗教信仰的自由 言论自由啊 定定这个三权分立的 这个社会架构的原则 这些事情 并不是顺应大众的需求 才提出来的啊 才要实现的 而是精英阶层领导整个社会实现了这些目标嘛 啊 虽然我们说主权在民啊 所有的合法政权都是应该由民众的投票来支持的啊 但是毕竟不是民众直接行使这些权力嘛 掌握这些社会走向的最终还是精英 所以在中国呢 有一定政治意识的人呢 也应该呃 有更多的精英意识 这种意识就是呃 你要想到 其实呢 自己的这个见解啊 对很多问题的看法 那不要以民众的喜好啊 去随意的改变 做到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啊 那这个数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定数 其实人类社会是有一些最 呃 根本的发展的方向和这个规律在的 很多具体的事情虽然是很难预测的啊 像2017年曾经被基于希望啊 可能是中国社会变革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一年 但现在这一年快过完了啊 呃 某些前所未有的大事情啊 像那个对核心层的这种这种大爆料的这种事情啊 以前也是很难以想象 但是还是很难撼动这个体制本身 呃 呃 这些具体的事情是很难预测的 但是呢 嗯 就像前面说过的 专制 就是必将极大的伤害整个社会 那么当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受害者的时候 受到这个伤害之后 之后呢 他自然的就会有一种反弹 那这种反弹就是看这种社会原生的啊 本本身的这种能力 这种弹性 这种境在 那一个社会的弹性和韧静的最主要就是里面的这个经脉 啊 这个经络呢 就是由精英组成的 那么精英呢 能够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有一个呃 呃 淡定的心态哈 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内心呢 呃 呃 当然呢 呃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那么还是要有一个整合 有个整合 这种整合呢 现在可以通过各种更加呃 便利的通讯啊 制成一个很大的社会网络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种民间讲学性质的哈 我想交流思想呢 在以前的都是很难 呃 虽然他可以好像封王也封得很厉害 风圈也很厉害 但是这种再生能力啊 这种自然支撑的像一个神经网络一样的能力啊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神经细胞 一个神经元 呃 整个大脑做出的决定 做出的这个动机呢 都不是某一个神经元的作用 而是由大量的神经元共同协同效应产生的一个结果 那么我想借助着这样一个技术的发展啊 以及我们对个人自身修养和这个的提高啊 以及我们互动啊 这种社会互动 一个良好的互动呢 最后会有一个非常好的 应该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结局 这也就是中国和美国呢 将在美国的影响之下 能够走上一个民主的宪政的道路 那么在中国完成了这个政治变革之后呢 呃 是完全有可能啊 呃 真正的谈得上跟美国是一个竞争的这样一个关系 我想一个极权国家 虽然美国现在可能开始把你当成竞争对手了 但是呢呃就像我上一次说的那个一样啊 你不捧你不配 呃到中国社会未来的政治变革之后啊 还有建立自己的宪政民主的制度啊 这个都是个很应该说是比较困难的工作啊 但是在这些完成之后呢 可以说中国社会已经实现了天下围攻 到那个时候呢 中国这个这个国家才有可能真正的属于每一个中国的公民的 呃到那个时候呢 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才是一个正常的关系 我想嗯 人类的未来呢才能够走向一片坦途啊 才能够去做一些新的挑战 那行 今天我对这个讲座就到这里啊 中美关系历史与未来 呃上中下的全部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呃 70年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啊 先是关系正常化 在之前是和台湾断交 以及89年的这个呃 之后对邓小平政权的这样一种态度反映了什么呢 我想这个还是反映出美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上那种现实主义态度 啊因为虽然美国是一个传教式的国家 虽然呃像全世界这个这个播种民主于呃 呃自由这种社会制度啊 啊这种理想是美国的一种使命感 但是他不得不面对哈 中国大陆已经被这个政权已经建立了这么多年 呃 呃 于其这个这个不与他面对 还不如能够正向的影响他 看他是不是能够呃 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 这个可能还是成本最低的一种处理的方法 呃 呃 对他这个转向的是冷处理的啊 只当 这是不重要的事情啊 但是我想这个影响是深远的 但是呢 走到全面遏制呢 我估计 还很还很难 或者说暂时看不到 因为同样是出于现实和利益的关系呢 他没有必要全面遏制 呃 全面遏制呢 会更加激化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倾向或者这样一种走向 呃 也就是正向引导的那一方面呢 可能就是更加弱了啊 这个从博弈和计算的角度来讲是也是不值得的 那么美国的孤立主义哈 我在第一讲里的时候说到这个是美国的一种政治传统啊 因为美国是一个新大陆的新国家 他对老事件的呃 不想管你们的闲事 但是我想孤立主义呢 大概到二战以后呢 就很少在美国的现实政治当中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了啊 虽然我们在川普政权当中看到他竞选的口号是美国第一啊 只要美国能够好起来啊 其他事情似乎不想管有这样一种倾向 但是呢达不到二战之前的孤立主义的这样一种程度 二战之后呢 美国基本上 美国社会上下都认同一个问 都认同一个价值观的就是美国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负有责任的 是负有责任的 呃 所以呃 孤立主义和中国的民主化的这个问题呢 我想 嗯 不是孤立主义就不想影响中国的民主化 而是说你积极的去影响他也不一定会民主化啊 孤立的话就更不一定会民主化 所以呢 呃 现在的语境应该已经是改变了啊 就像我前面说到的像川普政府做出的这个调整 那么可能也只是走一步看一步啊 现在他们意识到之前的这种呃 策略是有有问题的 那么需要调整 那么调整的过程当中还要看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 因为我们作为在中国社会内的这些人 其实也很难预估中国社会未来几年的经济情况 社会情况啊 也很难预估 更不用说是隔着一层啊 外面的人来判断了 呃 呃在中国两次历史巨变的前夕 可以说是无独有偶啊 一次是49年啊 也就是打完了二战之后呢 是由毛泽东为主的啊 甚至他亲自写文章歌颂美国 并且呢 抒发自己的理想啊 中国的共产党的理想呢 就是把中国建成一个像美国一样的民主国家 中国共产党只不过是一些受压迫的啊 希望争取自由和民主的这样一个政党 呃 在改革开放之前啊 或者说是这个76年之后 那么邓小平最重要的一个政治举动呢 就是出访日本和美国 向世界文明国家 呃 宣誓自己是要走一条 这个改革开放的道路啊 给美国和交一个底吧 其实这两场运动呢 这两这两个举动呢 都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公关 那么上一次呢 欺骗性可能大一点 那么第二次呢 你说完全没有欺骗性吧 呃 所以呢 他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的 呃 说句玩笑话呢 是美国人是西方人当中最好骗的啊 因为他们思维比较简单 呃 在他们的文化当中呢 也非常 不说谎啊 不能不能说谎 那么 共产党呢 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呢 都是最会骗人的啊 最会骗人的 所以呢 这个是一对啊 那么 但是呢 呃 骗一次得手一次呢 未必会赢到最后 呃 中国如果以今天这样的速度继续 或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呢 我想就是 呃 当初 作为美国挑战的苏联 呃 加日本模式 苏联加日本 因为它有个集权的模式 然后有一个像日本一样的经济 那么在八十年代可以说呢 美国在经济上是受到日本的很大的挑战 在政治上呢 呃 作为苏联这个对手啊 也没有办法去解决 那么中国呢 就好像是苏联加日本的合体 这个挑战的表面上 呃 因为合作关系确实存在 以利益集团的问题 像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个银行体制改革 呃 也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啊 中美利益集团 嗯 所以呢 表面上的对抗 不会像苏联跟美国的对抗那么激烈 那么经济上的竞争关系啊 用川普的说法 就是经济战啊 经济战的这个 呃 简单程度呢 又不会像日本那么简单 啊 所以呢 这个是很很难预测的啊 前面有问到台湾的问题 其实台湾问题是唯一是这一个混乱的呃 难以面目清晰的问题的呃 可能激化的一个点可能激化的一个点啊 如果谁去触这个钮啊 去打这个结就像一个大的围棋棋盘 是非常复杂的 现在看不出啊 是谁的优势和劣势啊 但是台湾呢 是一个结啊 谁都可以落子啊 但是落完子之后呢 这个结局是很难以知道的 但是一旦在这个地方落子呢 几乎就是加速这个 这个决战的到来吧 很多朋友还是不断的提台湾的问题 看来大家都比较关心台湾的命运啊 我想台湾过去几十年的努力呢 已经非常好的证明了啊 一个中国文 一个中国社会的呃 传统社会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是可以建立一个呃 比较运行的比较平稳 比较讲规矩啊 的民主宪政的制度的 那么台湾现在就运行的非常平衡 我觉得非常平衡啊 只要能够保持好现在发展的这样一种状态 那更多呢 做一些这个危机的这个准备啊 台湾上下的要 因为台湾的问题呢 没有南朝鲜南韩的问题那么急迫 那么可以看着南韩社会如何去应对他们的危机呢 台湾社会要做一些积极的准备啊 这是亨廷顿的预言啊 呃我第一次看见啊 呃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想这个代价真的是太大了啊 这个是非常悲惨的一个结局 嗯 但是我想呢 你现在也很难说美国的这种对中国的这种务实的态度啊 这种处理是一种绥靖主义或者说是孤立主义的战略 也很难是这样去说它 因为所有的这种养拥成患或者说保守疗法 即便是对朝鲜北朝鲜的这种保守疗法 就是不去刺破它 它毕竟还有一个概率就是它不攻自破 就是哪怕是 呃我们等到那一天朝鲜内部它的压力承受不住了 那么底下的人起来 呃从内部崩溃呢 呃然后外面再进去收拾残局呢 这可能是成本最低的一个呃方法 那么我想对于中国这么大的体量呢 这个问题呢也是这样啊 中国社会内部呢还是有很大的可能 还是有很大的危机在的 现在呢还看不到有足够的实力去走出去 因为这个成本呢可能是中国社会负担不起的 呃现在据说衡量一下内部维稳的成本就是非常的高 如果经济不保持这样继续的发展下去 恐怕连维稳的开支都是很难很难养得活这么多维稳的部队 呃你再要建立一支像美国那样强大的能够和美日抗衡的 就是像海外的军队来说的话是更加是难以想象难以设想的 啊这也就是我前面说到了一个极权专制的中国呢 可能和美国做呃对手呢恐怕是不配的啊 恐怕是不配的即即便是在苏俄的时代啊 在苏联的时代啊 呃其实苏联也一直都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一个这个状态啊 如果真的跟美国发生直接的交手的话 那恐怕苏联这个这个受到的这个损失啊 啊或者说是内部破产的这种概率可能还更大 那因为俄罗斯这个国家很有呃意思的就是只要别人侵略他啊 只要别人侵略他啊他基本上可以赢 因为他幅员辽阔啊人口也比较呃比较输 他有这个回弹的能力但是他要去侵略别人呢恐怕是很难 我想这一点跟中国是有一点像的